感谢局里面这几年开始 让我们这些其他的医事单位能够有进光度 我原来医院里面不止医师 还有很多的其他默默在付出的医疗工作者 在这个检查过程中 我们非常注意每一位就医患者的安全 保测师更是要额外注意的另外一个点 就是辐射的安全 然后这么趋劲 让这个病造了无所遁形 所以我想放测师应该是各位病床医师的好伙伴 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病灶造出来 再加上这些检验科的理学的检查的数据 就可以帮助医师做到什么精准的医疗 一个是这个自动防护的屏蔽的装置 就是那个我们通常都会站着到确实X光 那这个确实X光呢 它有一个主色素跟散射辐射的问题 那虽然散射辐射非常的少 但是呢在这个我们放测师的专业里面 就要合理的去降低或避免不必要的辐射辐入 那这个散射辐射就利用这样的装置能够来平庇掉 一位受检者进来检查室 大家应该很熟悉这样的这个场景 那到确实X ray的时候呢 通常主色素会在这个胸腔的部分 那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赤胶的分病 就是一个散射的辐射 那它会在主色素之外还会有一些散射辐射 所以我们利用了这样子的automatic的装置 去shedding掉它的一些散射辐射 防跌倒装置 那因为那个就没有在摄影里面 主要它是我们去发现病人站在站人的时候呢 他有时候会利用这个血糖过滴 或者什么会退嫩腿软 那我们以前都是包住它的背后 我们后来发现这个问题点在哪里 腿软第一件事情是往下 才还是往后 所以我们要做hold hold住它的这个臀部的位置 跟腰部的位置 让它向下能向后的硬力 能够被缓冲 让放射时执行这个放射时 就有10到15秒的时间 可以进去产品它 领导者是让一群平凡的人 成就不平凡的事 我该看起来 no 好了 我该看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